非语说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依旧魅力不减 历经悠悠众口 依旧纯正乳出 它就是了不起的茶 有人的时候就有茶 传说神农长百草时 还曾以茶解毒 古人最早把茶当菜吃 到了汉朝 人们才从吃茶变为喝茶 不过汉汤时期的喝茶style 简单粗暴 直接把茶叶备干 碾碎扔到水里煮 所以一定要撒上葱姜蒜末胡椒面调味 不然跟和中药没啥区别 到了宋朝 人们终于get到了喝茶的正确姿势 先把茶叶蒸 洗 压 揉 做成茶砖 再搓出茶粉冲茶汤 胃不苦了 茶不色了 终于能和菜汤彻底划清界限了 茶成了全民饮品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生斗屁民 不揣着茶叶都不好意思出门 人们爱喝茶 也渐渐喝出了门道 乾隆皇帝把七茶的水 分为一二三等 宋徽宗甚至还钻研出一本茶学专著 大观茶论 外行看了觉得盖碗没紫砂壶上档次 玻璃壶比盖碗更丢份 但实际上 杀季节喝沙茶 使沙茶具用沙技法各有讲究 不是拼面 是拼口感 悬好场地 平心静气 烫壶 纹杯 高冲 低泡 观色 闻香 一套下来 清米一口 各喝的不是茶 是意境 茶自带文艺气息 但也不缺平饮气质 开门七件事 茶米油盐 酱醋茶 家家户户都离不了 白水寡淡 两片茶叶一放 立马化腐朽为神奇 泡在茶缸子里一饮而尽 火气消了 心气顺了 状态来了 此等如牛饮水是合法 适合一人独饮 有棚子远方来时 要二人轻酌 品的是一份用心 更是一份情意 而遍布全国的茶馆茶楼 也是百姓喝茶的第二阵地 亲友相聚 喝茶聊天 再听听小曲玩玩纸牌 兴致来了 能待一整天 就算你我本无缘 全靠茶一碗 也能下聊家长里短 上台世界格局 百年变迁 舍会你茶姐 人美腔调足 作为一种世界级饮料 喝茶 不仅是种feel 还能提供健康加成 天寒地冻 一碗茶 暖胃又暖心 高温酷暑 一碗茶散热又止渴 还能补充假盐 预防胃炎肠炎等消化道疾病 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花茶 乌龙普尔清爱茶 暖宫茶有机茶养生茶 现代茶文化茶 无论一茶一毛 一下午的独处时间 还是喝茶砍大山的欢聚时光 或是买茶送礼 表心意的浓情时刻 无茶不欢 好茶 不像钱财为俗物 不似烟酒伤身体 每一份用心挑选的好茶 都是一份情意满满的好礼 来京东奉茶节 随时随地 味君奉上 传承千年一壶茶 喝的是感觉 品的是滋味 传递的是情意 留住的是健康 没有什么是一杯茶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三杯 再来一杯